内湖追起随机杀童案震惊各界 有立委提案修法将随机杀害12岁以下孩童者 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由于近年来接连发生杀童案 犯罪心理学者就分析 这些犯罪者的社会关系疏离 心中累积了过多的压力 容易找相对弱势者下手发泄 结果幼童往往成为他们犯案的目标 去年5月男子宫崇安犯下台北北投文化国小女童歌喉案 震惊社会再回溯到2012年的台南汤姆熊男童歌喉案 当时犯案的曾文清还嚣张的说 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不会被判死刑 结果这两个案子检方求处死刑 法院却都判处无期徒刑 如今又发生四岁女童被砍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提案 修订刑法第271条 让故意杀害12岁以下孩童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法案已经复委 他希望司法委员会尽速排入议程审查 我是从事儿童保护工作 看到这样的事情我是完全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希望这个法在立法院一定要立法通过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机制 去对于这些生病精神有状况的人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处理 不要再伤及无辜 由于沙童案的手法令人罚止 犯罪心理学者分析 这些犯罪者往往社会关系疏离 个性内向不善于跟成人接触 心中压力无处倾诉 累积过多压力之下很容易爆发 找寻相对弱势者的幼童来下手 由于犯罪学上有所谓的抵消作用 学者认为这种杀同犯的心中 也有可能因为某件事情造成罪恶感 想找一个替代惩罚的方式 转而杀害儿童来接受惩罚 消除心中的罪恶感 却因此造成被害者家中 一辈子不可抹灭的伤痛 记者陈嘉欣张志佳王新中台北报道